所获得的每一项成果 都是为了我们的家更牢固 飞云近万家 安全你我他 哈尔滨飞云制造 传奇品质 百年张力 跌打扭伤 各种骨折脱臼 请用正骨水 鸡骨草 彩获色金 宝朝远 治病 乃人命观天之大事 何况是太后 你可要慎之 又慎哪 是才 我曾将老太师 兴奋了太后的病情 因为问了太医们的处方 太医们怕当风险 只用了大补制药 结果把太后的病给耽误了 那你有把握吗 四五十分 去年有六七分呢 也怕 不入虎穴 冤得虎子 带我亲自去求爹爹 请她保诀你 去给太后治病 好妹妹 走 放眼东起 是 和于卓成获得男子双人三米版的冠军 开于宴获得女子十米跳牌的亚军 徐浩和于卓成在第一跳时并不成功 在九队选手中仅排名第四 但是此后的四轮比赛中 他们越跳越好 技术动作和配合都发挥得十分出色 最后 徐浩和于卓成 以313.50分得冠军 德国选手和澳大利亚选手都获二三米 在女子十米跳台比赛中 中国的蔡易燕和陈丽 分别获得银牌和银牌 冠军是乌富兰的奥雷纳 目前跳水比赛已经决成五项冠军 中国队夺得其中三项 但是女子奥运项目的两块金牌 全部落入他人手中 这是自去年世界杯跳水赛之后 再次出现的干化局面 从临场发挥和动作质量看 都不如高敏和浮明霞 中国跳水的对手也越来越多 中国跳水已经近中场米 这是这两台记者从澳大利亚扩斯报道 在昨天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认真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 深化体育体制改革 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 全面推向21世纪 在全面深化改革 这个中心任务的基础上 重中之重是要抓好 运动项目管理体制 和县级体育机构等方面的改革工作 体育工作在1998年的工作任务时 国际米兰队客场以1比0战胜了 皮亚勤察队 依然稳居积分榜的首位 油温图斯队主场以2比0击败围勤察队 以四分之差紧随国际米兰队之后 最严重的已化为灰烬 银行工作人员不得不小心翼翼的 一点点清点 这批残损人民币 共兑换现金59000多元 损失54000多元 据悉97年一年 郑州20多期火载 共烧毁人民币50多万元 为此有关人士呼吁 人民币存放马虎不得 河南台报道 我国自从实施计划生育以来 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 随之出现的是 许多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源减少 对此学校的老师校长家长 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请看北京台的报道 众说纷纭化生源 今年已经有了一种下降的趋势 可以多一些照顾孩子 加强自己的幼儿素质 成立于1958年的红旗幼儿园 是一所自负盈亏的集体制幼儿园 这里兴旺时 入托儿童曾高达200名 而今天却显得冷清多了 乐乐为时幼儿园的生计多招孩子 园长王慧平将入托年龄的要求 从三岁降到了两岁 尽管由此 今年的入托人数也只有68个 取了解小学校师与学生的合理比例 应为1比10 如果高于这一比例 将造成人类资源的浪费 更重要的是 每所学校的经费 不是让老师数量 而是按学生人数来划播的 学生少了 自然学校的经费 也要受到影响 随着生源的减少 教师们也开始感到了竞争的压力 下岗也已不再是企业的专业名词 这些校长还联名向全国中小学生 发出了争作跨世纪的 高素质科技人才的倡议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香港知识竞赛活动 即将在全国拉开帷幕 这次竞赛